HELLO 大家 終於來到大家敲碗已久的十萬QA 那很感謝大家踴躍的提供問題 有看到很多很認識我的粉絲 也有看到很多正想要認識我的粉絲 提供了很多不同方面的問題 那我今天呢就選了一些題目 讓大家可以更認識我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第一題 什麼契機下開始養植物 這大概要說到快要兩年前呢 我有一個朋友他送我兩顆龜背玉 而且是真的是超大那種 就是盆子有那麼大 然後高度大概150公分 我就把它放在家裡面 我就開始愛上這種 欸就是有綠綠植物在家裡面 然後很舒服的感覺 接下來幾個週末呢 我就開始去逛花市 開始研究官業植物 甚至還會去海邊啊 撿一些很漂亮的漂流木 然後佈置我那個小陽台 他就變成一個室內的小叢林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我每次在幫他們澆水 幫他們修剪枯葉 照顧他們的時候我就可以感覺到療癒的感覺 第二題 What usually do open your wake up to start a day 這是一個外國粉絲的問題 我第一件事情呢 當然就是上廁所 然後呢再帶黑糖去我們家的中庭花園 大小便上廁所 然後順便在遛狗的過程中呢 讓自己走一走 活弱一下血液 然後伸展一下 順便去想一下 我今天呢要做的事項 然後安排一下 想一下等一下回去要怎麼進行 會比較順利 第三題 喜歡穿什麼款式的內褲 為什麼 因為呢我平常都會 需要運動 很常動起來 所以呢我都會穿四腳褲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合身 絲柔材質的內褲 像是我很喜歡CK的某一系列 它就是偏UNIQLO的那種涼感材質 但是它又掺雜了一些綿 所以摸起來很舒服的感覺 那我個人是不太喜歡穿三腳褲 因為我覺得不喜歡太緊太掐的感覺 第四題 我的MBTI人格 我是ENFP 競選者 我呢就是非常愛好自由奔放外向 所以呢就是很愛往外跑 然後呢很喜歡跟人建立 關係交流 然後有意義的情感連結 非常在意他人的感受 想法很天馬行空 興趣也非常廣泛 就可以看到我玩各種運動 然後缺點呢就是很容易不切實際 然後沒有安全感 很然後因為興趣太廣泛 所以很容易三分鐘熱度 所以呢到我現在我就會去取捨 因為人的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要常常知道自己 專注哪些項目安排好 不要三分鐘熱度 因為我很常被人家這樣講 以前啊小時候 然後也要更專注在自己內心去反省 也不要一直往外探索 有時候還是要平衡回到自己的內心 所以這是一直在努力的功課 第五題 拍戲最喜歡的事和環節 我最喜歡自己拍戲的時候 進入到角色心流的狀態 呃什麼叫角色心流狀態 就是我在那個當下我忘記我在表演 我可以很enjoy在其中 然後不覺得自己在表演 而且可以忽略掉所有其他的工作人員 比如就是在奇蹟拍攝的時候 有一場戲就是 我要去找白中藝 然後那天是下大雨 我去保護他 然後他又幫我擋住 讓自己受傷 我很自責 然後又覺得你為什麼不依賴我一點 然後又看到他又為我受傷 明明是我來保護他 但是他又受傷了 然後我在幫他包紮 他又一直叫我離開離開 就是那種很多複雜情緒 讓我在當下看到那個傷口 然後看到這個人和我對話 我覺得 就我覺得我那個當下是很在其中 我沒有在管其他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們兩個發生了床戲 然後在完結了這場戲 然後我覺得那個當下就是 好比我在說進入角色心流的狀態 我覺得是很enjoy在其中的 第六個 最喜歡自己哪一個部位 眼睛 我覺得眼睛是靈魂痴窗 然後我覺得我眼睛很漂亮 第七題 談過多少次戀愛 你通常是主動還被動 嗯 大學開始算的話 應該是兩段 都是我主動追求來的 嗯 八題 如果想要送一首歌給芋頭 會是哪一首歌呢 曾佩慈的一個人想著一個人 因為這非常適合現在 中藝跟哲瑞的關係 大家如果看到這一集 呃 對應我們現在在走的這個戲 我很希望呢 芋頭你可以聽一下 然後呢讓自己療癒一下 因為這首歌可以代表我的一些心情 第九題 推薦的美食名單Top3 第一名絕對是蝦仁滑蛋烏飯 因為我真的超愛蝦仁 然後公館呢 水源市場裡面有一家蝦仁滑蛋烏飯 超好吃 我從小吃到大 然後第二名呢應該就是牛排 牛排一定要是那種原味牛排 就是最好是炭烤 炙燒 然後大概五六分熟 加一點海鹽我就覺得超讚 第三名呢是我幾乎到哪裡都會必點的 就是蛤蜊湯 因為我超愛吃蛤蜊 鮮 第十題 什麼樣的舉動會讓你瘋狂心動 我覺得是一個人能夠接納你所有的脆弱 然後在你最低谷的時候還不離不棄在你身邊 那會讓我非常的心動和感動 第一題 最喜歡的電影一本書還有一首歌 我最喜歡的電影應該是很久以前看的三個傻瓜 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我哭了好幾次 然後一本書的話應該會推薦被討厭的勇氣 那是我在當兵的時候 重複看了好幾次的一本書 一首歌的話 我覺得我喜歡的歌有點多 有點難跳出真正的一首 那不然我就選一首 我很愛聽讓我自己放鬆的古典鋼琴樂 大家可以去搜尋看看 第十二題 到底是不是混血兒 不是 也有很多人問我是不是原住民 也不是 我只知道我阿公是浙江人 第十三題 去過並最喜歡的國家和City 最想要去的又是哪裡呢 我覺得我想到的就是有一年 我去日本滑雪 而且那時候跟幾個朋友一起自駕 然後我們往北開嘛 然後經過一個隧道之後呢 就開始是白雪的世界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到很多山裡面去看冰鋪啊 然後看到整個峽谷都是白雪哀哀的 又可以去滑雪滑到爽 又可以去泡那種雪景的溫泉 我覺得那是一個感官上很棒的體驗和經驗 然後最想去的地方其實非常多 我很想去滑雪啊潛水 可能滑雪就是有看到那種極光 邊看極光邊滑雪 是不是俄羅斯嗎還是哪邊 然後或者是瑞士 可以邊聽演唱會然後邊滑雪 然後我很想去看很多自然景觀 潛水我想看南京 想要看科摩都隆 在那潛水很像庫斯拉的感覺 所以很多想去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有推薦我的話 可以幫我留言告訴我哪邊 很棒 十五題 我覺得自己最相似的地方應該就是我們都有一顆柔軟的內心 溫暖的內心 我們想要找到被接納的感覺被認同的感覺 也希望能夠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然後我其實也在這個自己在飾演的這個過程中 感覺到被接納的美好 要相信自己就是真的會有一個人可以讓你真誠的展現你的所有 然後互相珍惜 十六題 推薦一下台灣必去的秘境 TOP3 好 那我就分別說出我心裡面呢 覺得潛水 塑溪 還有爬山 第一個呢 我很推薦的就是 蘭嶼的雙濕天井 它是一個必須要自由潛水下去 14米的地方 然後呢 再往上看到有一個洞口 它被正午的陽光射下來 然後你要這樣子鑽上去 鑽上去 被那個陽光呢 聖光溶罩 然後再出水面 到達一個陸地沒有辦法到達的一個天井 然後我覺得那一趟過程是一個 既恐怖 但是你上來的時候會非常感動的一個地方 那第二個呢 就是花蓮的木古木嶼 那是我好久以前去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開放 所以我還是很推薦 就是未來有機會開放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看 因為那邊真的是一個天然的游泳池 非常清澈又很深的一個大的游泳池 但是現在既然沒有辦法開放 我就推薦另外一個 木瓜溪的烏索瀑布 烏索瀑布呢 它是一個其實也蠻容易到達的一個雙層瀑布 它就是伴隨著兩道很大的瀑布 然後呢 它又是一個碧藍色的深潭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跳水 又可以在那邊潛水 非常享受 然後第三個呢 我會推薦就是 柴山的天雨天才洞 那是很久以前 我去柴山看很多猴子 那邊就是猴山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個 各式各樣個性的猴子 然後呢 我有一次去那邊 就找到一個洞口進去 然後走一走走走走走走 本來是很暗的 後來看到那個 一個很大很大的洞 也是一樣 陽光從那個洞口照下來 然後照滿這個室內洞穴的空間 我覺得那個地方真的是 滿正暗的 最後一題 我覺得奇蹟中哪一個情節最難拍 我覺得應該是四年後的我們 然後再次的重逢 而且這個重逢呢 是我在很不清醒之下 然後看到他 一開始看到他以為在夢裡面 然後開心的叫著他 但是呢 突然又清醒了 然後又把我所有的虧欠 和想念告訴他 然後一方面已經決定 不要再接近他 但是他又接住我的心 就是這個過程的拉拉扯扯 然後又想要跟他溫存 就是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不能爆太多雷 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謝謝大家呢 收聽完我這次的十萬QA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更認識我 那之後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呢 跟我問問題 因為我會好好的看梅澤的問題 然後也會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 你們也想要看到我更多的秘境挑戰 或者是希望我做什麼樣的事情 也歡迎在下面 可以和我互動 然後我也會把它記起來 或許未來你就會看到 欸 你說的挑戰 我做到了 你問的問題我回答了 好不好 我們下次見 掰掰